大家排排坐等待检测自己是否确诊 南韩这几天疫情大爆发 周三日增确诊破4000人大关 今天又增加3899例 首尔中期南道天安市成为最新镇压 这个小镇有427人 其中半数人却在参加教会活动后确诊 这间教会没有登记在案 还提倡戳颜就能治病 当地官员表示这起教会群聚案例 确诊当中有九成人都没有接种疫苗 是疫情爆发的主因 目前南韩首都圈重症病床使用率达84.5% 全国重症病床使用率则高达72.8% 快达到重新收紧聚会限制 扩大检测的标准 另外马来西亚29号也将和新加坡 重开陆上与航空旅游通道 开放完整接种者入境免隔离 初期每天上线人数有2880人 泰国观光业也在缓慢复苏 饭店业者表示目前住房率已经达两成 比第三季大幅增加 泰国预估今年旅客可达20万人 到2022年有望达500万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专 ör об雙方正在锅中 热量方便应变 本阶或热量 Impulse